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北投热海温泉大饭店将于2月29日结束营业,并进行为老都更改建。 北投热海温泉大饭店于1972年开幕,至今已经营超过50年,是北投最受欢迎的温泉饭店之一,如今宣布将结束营业,令人不胜唏嘘。 北投热海温泉大饭店表示,如果消费者持有北投热海温泉大饭店出售的票券,可于上班时间透过电话联系办理退款,也感谢各位顾客多年的支持。 第二则新闻 巴菲特的智友蒙格曾多次强调能力圈的概念。 他研究的公司都是自己具备优势的领域,如果别人比他更有优势,他就不会参与。 举例来说,能源、批发零售和运输等领域是他熟悉的,制药和新科技则在能力圈之外。 蒙格曾买进一家跨出能力圈外的科技业设备制造商,没多久,公司首席科学家被创头挖角, 接着市场出现更新的技术,让公司表现雪上加霜。 这次经验几乎让他倾家荡产,在那之后,能力圈成为他研究标的最重要的过滤机制, 只要在范围之内,探准时机就会大笔下注。 不在能力圈内,即使赚再多钱,再被看好,他也坚持不碰。 蒙格警告投资者不要跨出自己的能力圈,并强调持有优质企业的股票,享受复利效应。 他的投资哲学是专注在少数优质企业,而不是分散投资。 第三则新闻 台湾加格创办人曹德峰在最新的富比市全球富豪榜中,排名第2408名,位列台湾富豪榜第48名。 曹德峰在美国贵格卖片工作多年,1986年,曹德峰创立了加格,并购买了贵格台湾分公司的资产和商标权。 加格在台湾经营燕麦、保健饮品、婴儿食品等产品,并成为台湾股物市场的领导者。 曹德峰也将业务扩展到中国市场,并在上海、江苏、厦门设立产线。 加格在中国市场的年营收超过255亿。 目前,加格的策略是深耕台湾市场,同时进军中国市场,并在中国市场主要以食用油为主,并积极发展保健食品。 和奶粉等产品。 第四则新闻。 统一宣布投资Yahoo!台湾,虽然没明说未来双方实际的合作,但统一坦诚是看好Yahoo!台湾在网购生态圈策略布局的能力, 期望借此提升统一在台湾电商的整体发展。 统一企业集团董事长罗志仙更表示,未来一定要将各个事业群电商整合起来,且一定是亲自坐镇指挥。 专家分析,统一此举能拓展媒体广告、物流仓储、会员点数经济和新产品服务。 其中附加价值最大的一块,莫过于Yahoo!台湾的媒体广告效益。 在原本超商应用程式使用率就不低的情况下,结合不同客群入口网站的新闻软体后,能想象触及率将非常高,短时间内应该很难找到能跟这个组合匹敌的媒体力量。 也深深威胁到全家、莱尔夫等其他零售业者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